大家好,大家好 我們又一個星期過了 今個星期,Jessy就強勢回歸了 是啊,很關注大家 我今天終於可以加入我們VPN的頻道 是啊,是啊,是啊 各位觀眾,你看一下我們今天 多了一些東西在中間 多了一張台,上面有些什麼? 書 有很多書 很多書和書 知不知道今天我們是做什麼主題呢? 一定是和書有關的主題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 而且非常和書很有關聯的日子 是嗎?今天是幾號? 今天4月23日 4月23日,什麼特別呢? 4月23日就特別了 是我們的世界閱讀日 哦,世界閱讀日 是什麼來的呢? 世界閱讀日呢 等我趁我們今晚的日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叫世界閱讀日 其實世界閱讀日 就是由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 訂定了每年4月23日 都是世界閱讀日 那我給大家猜一下 為什麼要訂這天 是4月23日 是世界閱讀日 開放給大家思考一下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很難去想 嘗試一下 好,嘗試一下 是否因為復活節之後 復活節之後 有關不關事? 不是很關事 是否因為 是 哈哈哈哈 給小提示大家 是關於作者事的 關於一些作家事的 那我猜應該就 不會是 中國的 應該是 西方的 是否呢? 有些些 啊,給小提示大家 有一個外國的劇作家 寫悲劇和喜劇都很出名的 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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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我先想想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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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是4月23日呢?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 北約而同 在4月23日呢 在這個沙士比亞的共生的日子 亦都是另外一個作者呢 就是這個 塞凡提斯 亦都是另外一本名著的作者 就是叫做唐根柯德 這本書的一個作者 他們呢 他們呢 都在4月23日呢 那天呢 就離世的 那後來呢 這個4月3日的日子呢 都 北約而同 也都和一些偉大的作家 他們的出生 和死亡的日子 或者死亡的年份 都是有一些關係的 那所以呢 後來呢 為了呢 向這些的名著 和一些作者 去表達我們的 崇高的敬意 所以呢 4月23日呢 就定定為 我們的世界閱讀者 那 亦都希望呢 可以透過這些 這些日子呢 我們都可以 書人閱讀樂趣 也都可以 向這些 眾家 表達我們的 一些支持 鼓勵 或者向他們 表達我們的敬意 哦 原來是這樣 嗯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哦 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世界閱讀人呢 其實是由1995年開始 定定的 哦 都很久了 是啊 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了 都很久了 大家 聽得清楚嗎 我覺得 有些細聲 如果你們聽得清楚 你給個like 好嗎 哈哈 因為 我今天的咪 轉了一點點 設定 不知道 夠不夠清楚 現在 會不會好些呢 是啊 聽到的 就給個like 是啊 對了 這樣其實 這個世界閱讀日呢 和澳門 有什麼關係呢 啊 其實呢 《世界閱讀日》 講明是世界 對吧 其實呢 在全球我們 很多的一些城市 有些國家 都會不斷響應這個活動 我們回來 我們澳門這個地方 其實呢 我們每年的 4月23日 我們在澳門都有一個叫做 四二三全城共獨的活動 這個活動 我有幾個問題 大家想想 剛才你說這個活動 好像有些印象 我也有印象 有什麼印象呢 去年 你好像 和這個活動 很有關係 是啊 去年呢 為什麼我會 今天 要說一下 今天這個淵源 為什麼一定要來和大家分享這個活動 就是因為 去年我和這個活動的淵源非常深 因為我自己呢 是 上年 2020 澳門站 全城共獨的領導人 那 我又來分享一下 究竟領導人是做什麼 其實就是 都是一樣 向我們的普羅大眾 宣傳 和推廣一些 我們活動的閱讀文化 那我記得 當時呢 就是有受到邀請 就向這個 普羅大眾 去推介一些 我自己很喜歡的書籍 那 就 從而也都認識了這個全城共獨的活動 哦 那是怎樣才可以成為這個領導人的呢 哦 領導人其實都是一個好機緣巧合 透過這個文化局 有一個邀請給我 那 所以我覺得其實 無論是政府 又或者市民 我們其實在這個文化推廣 或者這個閱讀的推廣 其實都 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心力 希望都 大家可以全城共獨 在這一天 嗯 明白 那今天這麼多書 那一定是要推介一些書 嗯 我知道呢 今天呢 這麼多書呢 其實都是來自我們 這麼多的 其實是我們三位 私人藏品 拿出來的 所以 今天分享的書籍呢 一定是不止我 還有兩位的 我的好拍檔 好拍檔 對 這麼多書 從何講起呢 不如 那就 由Ebby說吧 好 Ebby你想講欲言又止 對 對 這麼多書 哪本是Ebby你想講的 對 今天想介紹一本書呢 就是這本 澳門歷史二十港的 我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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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在中間這個位置 大家都可以清楚一點幫忙 看到了嗎 大家都看到了嗎 這本書說的是二十港 因為它裏面呢 就有介紹了澳門很多不同 好像人民風景啊 跟著自然環境啊 各方面 好像歷史之類呢 都會有介紹到 所以是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澳門呢 這本書就是非常之好入手的 那它連教育啊 和博彩業的解釋 都會有少少的解釋在裏面的 那我今天 最想分享的一篇呢 就是第十五港 就是關於大三巴的 那作為澳門人 講到大三巴一定是 知道在哪裡 那但是呢 又會不會真的 很熟習它的歷史呢 那我以前小時候呢 其實就 都會經常去大三巴的 但是就 其實都不 可能去看一下 媽媽帶她去玩 但是就不太知道 它裏面的一些歷史 那 而且我以前呢 小小時候 以為呢 為什麼叫大三巴呢 是因為 因為它被火燒過幾次 那時候 不知道 還未知道 以為是燒過三次 就叫大三巴 因為燒過三次 叫大三巴 當然不是 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 這個 真的是第一次聽我 哈哈 這個新創意的 挺有趣的 因為燒過三次 所以叫大三巴 挺好的 是錯的 是錯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它真的有被大火燒過的 總共燒了兩次 那麼 那麼 它早期呢 其實大三巴 就不是叫大三巴 的 其實早期的華人 是叫做三巴 是的 後來 過了百多年 是因為 耶穌會 就建了另外一個 叫做聖約室教堂 是 所以那間聖約室教堂 因為它下面 有一條 那個樓梯 其實就跟大三巴 是 那間聖約室教堂 那間聖約室教堂 但是體積也被它小 所以 那時候 那些人就會稱它為 小三巴 那 相對而 相對而 相對而說 大三巴 就 稱為大三巴 很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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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 然後呢 很緊張 慢慢說 很緊張的 是啊 我們有些朋友 寫了個Hi 咦 又見到 Hello 有人問你 為什麼沒有酒 哈哈 今晚我們 今晚看書 看書 最多都是咖啡 沒錯 沒錯 我們以為你來做文青 原來 天俊哥也來了 天俊哥 你不要走 不要走啊 很緊張 好 那我繼續講話 其實是1594年 當時是沒有這個牌坊 即是 那時候 只有聖部禄大教堂 那他除了是教堂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個神職的學校 那他那邊還有一些修道院 學院 小教堂等等的一些設備 在1601年 就是 第一次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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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消為了差不多四分之三 到 之後 他就開始 就重建 到了1644年 旁邊又建了一個大教堂 也都建了一些其他的學院 以及好像教師的處所 到1602年 就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 建有錢 就覺得 可以再建一些 比較金碧飛黃的工具 再建一個牌坊 在那個教堂面前 建完之後 他們發現 好像還差一點點東西 那就是 在1603年 就是再籌款 建了那條斜路的樓梯 明白 他是遠東最大和最宏偉的天主教教堂 而且 蒲人 是遠東建立的第一所西式大學 所以其實真的很大 沒錯 而且 現在已經是澳門號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 那 我在這裡 有一個小故事想分享 好啊 我們喜歡的故事 我們這個 VPN都有一個故事 沒錯 是關於大三八的故事 就是 1606年 因為建了那個牌坊之後 那些人在樓梯 向上望 看大三八 就會覺得是很宏偉 好像一個堡壘 那 那 當時的村民 就流傳了一個說法 就說 這裏是普通牙人 攻打廣州的軍事基地 那 一路傳傳傳傳到兩港總督那裏 那些人 兩港總督就派人去調查 那 去到的時候 那些軍隊就問神父 問這件事 那 為了保持清白 那神父就帶他們去搜查一下 撐寬一下 對 撐寬一下 那他們就開始去到那些課室 那 那課室就自然有些學生在那裏 那神父就說 那 這些學生就是我的士兵了 那 那時候張官都不明白是甚麼意思的 那 那 一路繼續搜查 但都搜查不到證據了 那 直到去到圖書館的時候 那 神父就跟軍隊他們說 就是 開館使館說 這裏就是我們的武器庫了 那 那 後來就發現其實 只是一個誤會 那 那 他們就收兵回去了 那 那 其實神父也是用了一個非常幽默的方法去解釋 其實整件事都是一個誤會 那 其實 所謂的士兵就是學生 那 其實他們不是有攻擊力的 只不過他們就是很好在那裏讀書 那 沒錯 那 都在求我們今天這裏讀書的話題 那 後來 那 過了二百多年都相互無事之後 那 但是到1835年 那 在1月26日的時候 又有第二次的大火 那 那時候兩位是廚房失火了 但是 當時的 是豐貴的 而且那些 舊火設備又不是很好 那 那就 變得很難去 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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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時候就殘存了三分之二 那 那 因為那時候是有些天際的問題 那就沒有能力去重建 那個大三班的時候 那 直到1960年 那 澳門政府就想推廣澳門做旅遊尋師 那才是得以修補 明白 那 那關於這本書呢 其實它裏面講到大三班 它還有講到 它裏面好像 它的 它有五層工的 那 它有介紹到它每一層那些雕刻啊 它們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細心看這本書 它講得是很詳細 就是每一層代表的東西 是 這本書呢 其實我都有略略有看的 因為這本書的作寫是 是 刑文化老師 刑文化教授 那原來是刑Sir 是的 刑Sir 刑Sir是我們第一屆文化傳播帶子的時候 我們上課的時候有跟他學習的 那 那這本書我覺得其實是 對於一般的 無論是澳門的市民 又或者是遊客 又或者是 有心想了解我們澳門的歷史文化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刑Sir的這本書 是非常之好入口 而且是條理很清晰 而且都是非常之有趣的那個角度 其實我和刑Sir都有點淵遠 哎呀 又有什麼 又有故事聽了 刑Sir就 在我讀理工那時候 就是其中一個老師 哦 但是我就 因為他那個科就是 講澳門本土文化 是 那 就 我是一個選修科來的 是 那我就 很不幸就選不到 哦 很可惜 很可惜 那最後 聊聊聊天 我差不多是 讀完一年 上完一年 過 謝師燕那晚 才有機會見到拍照 哦 然後聊聊 原來 我認識她的女兒 怎麼教會呢 又會 我早幾年 在澳門馬根 女子中學 做音樂的教育指揮的時候 她的女兒原來就是 拉大提琴 哦 原來這麼有 對 然後就 想起 因為她的姓 嗯 嗯 那就 談開 我的女兒 營單位也是澳門其中一位 非常出色的 藝術 就是 視覺藝術那邊 那當時她也 拉大提琴 其實也拉得不錯 然後 後來也 繼續在藝術方面發展 但是主要就是去到 視覺藝術那邊 明白 現在也是澳門其中一位 非常出色的女藝術 有機會我們都 請她回來 還有她的名字 我是非常之有印象 她叫做Jane 英文是Jane 英 英就是她的姓氏 Jane英 Jane英 其實就好像 正英 正英 所以 這個女生是 比較深印象 所以 相應之後 都挺有趣 還有 我對於 理工那邊 有些老師 老師 他們的小朋友 另外一個 又是 拉大提琴 原來 我以前 也是指揮的時候 跟她指個句話 所以其實 澳門真的很小 而且 真的 你自己讀什麼科 你可能下一代 都會影響到 是的 所以常常有 句說話 普父無勸之 認識應該就是 普父無勸之 很厲害 所以我常常都覺得 文化和藝術 真的識識相關 即是 你看看我們今天 那本書 都可以牽連到 音樂、藝術、文化 其實很多都是 識識相關 講到這裡 我們不如先聽一首歌 好嗎 我們今天的音樂 不知道是什麼主題 這首歌 大家聽一下 一會兒 它是挺特別的 它是有一個 Cross Over 在這裡 看看大家 聽不聽得出 是什麼 Cross 什麼 對了 麻煩你 Ebby 謝謝 那本書很好 知道自己要退場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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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們今天書 很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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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會兒 可以 可以 會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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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